如果掃这个QR Code或者是手动输入网址slido.com 然后输入409 两个方法的任何一个都可以进入同样的聊天室 那这个聊天室的两个特色 一个是匿名的 所以大家随便想到什么就可以问什么 那第二个特色是只要按赞他就会浮上来 所以他只要浮上来的我就会先来处理 如果问题太多因为现在有16个 我会尽可能的都回答 但是如果没有都回答完的话 那先跟大家说保持没问题 我大概都会看过 那如果随时你觉得说回答不到位 或者是想要追问 或者是有什么想要分享的 不一定是问题的话 也随时欢迎举手 那我们大家桌上都有数位麦克风嘛 数位就是不止一位的意思 所以就是可以很多人可以一起发言 那所以随时举个手或者不举手 就按个麦克风 大家随时都可以开始就是聊天 那当然如果没有人发言的话 我们就是以这个slido上面的问题为主 那大家应该都OK嘛 OK我们就直接开始 有四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想要听我分享食物上面的数位防疫的一个做法 我在国际上面跟其他国际媒体分享的时候 大家都会问我说有什么科技 有什么技术是在我们防疫上面最有用的 那我一律都是说先是口罩跟肥皂跟酒精 那这些技术因为是化学技术物理技术嘛 之后才是数位技术 那确实因为数位在这件事情上面主要是辅助的角色 就是确保说大家都了解到为什么要戴口罩 戴口罩是保护自己不要被自己没有洗过的时候碰到等等 那这些概念的宣传当然是要靠数位 然后让大家知道说那口罩一定拿得到 然后不会变成好像分配不均那等等 这个也可以靠数位 但是实际的去生产那或者是品管那等等 这个就是传统上面制造业的事情了 这就比较不是数位科技 所以我最近 事实上各位看到这个是算是preview 因为它是后天才会第一次这个上线的一个类似Ted Talk 那我会用就是中文讲一次是后天上线 然后过两天也是英文会有一个版本 那就是把我们的口罩实名制里面数位技术的部分 用一个比较完整的方式分享 那一开始其实这个是算是资料科学家吧 这两位是公卫的朋友嘛 这个陈一轩方其太老师 那他们是真正意义上面口罩实名制的推手 因为他们1月31号的时候去年 来行政院然后给了一个简报 说按照他们所计算的数值模型 按照武汉跟那时候国际上已经开始陆陆续续 有一些R值的这个流行病群模型 他们做推估 那推估就得到了一个很悲观 一个很乐观的结论 一个很悲观的结论就是说 这个病的那个R值比SARS高太多了 所以我们不管再怎么做Test Tracing and Isolation 就是去做疫调然后隔离然后怎么样 它还是会蔓延 一定会变成社区传染 我们做传统的疫调是没有办法完全防止这个病 那但是有一个乐观的是说 但是如果大家都带口罩亲戚手 只要到四分之三的人做这件事情 那R值不管再怎么高 它还是会空到小于一 所以他们就当时就是告诉我们说 无论如何就是要让75%的国民戴口罩亲戚手 而且这要是均匀的 就是在台湾的每一个角落 都要有四分之三的人戴口罩亲戚手 那这样子才有用 那他们数值模型说 如果只有四分之一或不到的人戴口罩亲戚手 那基本上就完了 那就是跟武汉一样是要封城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运用数位技术的时候 这个共同的目标 共同的价值是非常重要 因为数位的特色就是 它非常容易改 所以任何时候任何人看到 有任何想法马上就可以改 那但是问题就是说 每一个改乍看之下容易 但是它可能是带来跑不同的方向 然后到最后就自己取消掉了 我们常常有那种 号称辩明措施 退出数位的APP 数位的对话机器人 数位的什么环境 可以让市民节省一小时的时间 可是因为那个承办人发现 这套新系统 没有他处理所有旧系统的问题 所以这个承办人 他就要浪费两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市民没节省一小时 是靠承办人 报干两小时来换的 那这样子的 所谓拼命的做法 就不永续 而且到最后 事实上就会造成 我们的服务品质低落 因为人税不够 是不可能有什么服务品质 可言的 所以我们在一开始 有这样子一个很明确的 公共利益的KPI 是非常的重要 这才是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因为这个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不换寡而换不均 每个人一周 一开始只能拿到两片 就算它要重复 它也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也是在提醒大家 要多洗手 口罩本身 它也有一个宣传的意义等等 所以我们在当时 就找到了这些健保署 健保署资讯组 那署长跟资讯组的朋友 那健保署有一个特色 就是他们的连线网 药局也好 往其他地方也好 都是及时的 那有九成以上都有光线 那所以各国问说 什么东西最最适合超 我就说你们在疫情之后 就要像我们在2004年 就是2013年SARS之后一样 当时我们也看到说 澎湖有IC健保卡 那本岛没有 那所以澎湖就比较容易建制系统 本岛就比较难 那又或者是说 我们在当时的 就2014年的时候 我们觉得说 那2013年的那个疫情 我们很需要一个 中央的database 来把每一个人 他的诊断等等 把它集中 那所以后来 这个医疗资讯系统的集中化 放在健保署的健康存折 又让每一个人可以看等等 这个我们就把它当做基础建设 然后来建立 虽然他看不见摸不着 其实不是水泥 不是走脚步路 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健保署就 以及健保会 就把它当做 真的是infrastructure 就跟赵乔普路一样 重要的事情来做 所以才可以做到说 那他们这一组人 三天三夜没有睡 就把口照实名制的 第一版做出来 在这里我想跟大家 主要分享的就是 因为我们一开始就知道 是不换管而换不均 所以其实这不是 第一个口照实名制的案子 我们最早看到的案子 我自己最早看到案子 1月底的时候 是在便利商店 因为那时候 大家主要是去便利商店买 那便利商店要做实名制 其实很容易 只要用行动支付 或者是记名的 夜友卡或者 一卡通就可以做到 所以当时我们 接到的这个案子 假案是说 其实我们什么都不用做 键炮署也不用改 我们就要求 每个人都要用 记名夜友卡或 一卡通或 行动支付来购买 那自然也就没有 重复购买的问题 而且四大便利商商 都不用改POST系统 那可是 我们稍微试算一下 就知道说 每一个地方的 用行动支付 跟电子支付的 那个活跃程度 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活跃程度高的地方 一下就会到 75%的人 这没有问题 可是活跃程度低的地方 那马上就变成防疫破口 因为你再怎么样子冲 也冲不到 就是75% 那只要没有到 就是四分之三 那我们一切都是白做 所以重点不是 这个数位技术 新不新 炫不炫 有没有用区块链 这都不是这些嘛 而是说 我们有没有达到 一开始的那个KPI 所以我们其实是 有一点点 概念上面舍近求远 我们是从头开发 这样子的系统 但是我们把它体验 变成跟拿连续办行处方签 几乎完全一样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要是也不用重新学一套 来排队的朋友 也不用重新学一套 这个就是平常 你去药局的同样的情况 只是因为它不写入 减保卡 可以速度快很多而已 但除此之外 它并没有用到 任何全新的系统 所以大家就会感到安心 那大家感到安心的同时 要是再提醒你说 怎么样口罩比较对 你就不要听得进去 考虑到 就是药室已经是 社区最详细的一群人 如果你是 一开始就去便利商店 然后店员虽然很万能 但他告诉你说 这个要怎么样子 戴口罩才对啊等等 第一个说服力 好像打个折扣 然后第二个是说 他同时还要教你 怎么绑定这个行动支付 或者怎么样子做 记名邮邮卡 那整个讯息就会稀释掉 然后大家就比较难说 那我就看到药室 而且我尊敬药室 而且我有问题可以问药室 那种那种感觉 没有办法transfer到 就是朝上去 所以我觉得同样的 就是数位是连接人跟人 那IT是连接机器跟机器 当然数位是建立在IT上面 但是数位并不是IT 数位讲的是说 人跟人之间 这种互相信任的感觉 怎么样子 透过机器来辅助 来达到 而不是说 好像用机器来取代掉 人跟人之间 这种互相相信 信任的状况 所以我想这个 先用到这边 那Slido本身 其实也是一个数位技术 他可以提醒我们 好像俄罗斯方块 下一个方块 就是接下来要讨论什么 接下来要讨论什么 可是他不会把我们的注意力 从我们所在的这个共同空间 把它强调 事实上刚好相反 我在就是跟 好比想说 我刚才从高师大来 跟700多位 好像快1000位同学 这个讨论事情 讲了很久 也是用Slido 那我就发现说 真的有没有用Slido 差很多 因为如果没有用Slido的话 就是不要说两小时的课 可能到第30分钟 很多同学就开始低头画手机 然后你如果把他的手机没收 也有些学校这样子做 那他的手就开始抖 就是就没有办法 集中在这个课堂里面 就有阶段症状 对 那但是就是因为有QR Code 然后少了Slido 然后他的注意力 引到这边之后 他忽然发现说 他有想要po什么 就直接po上去 那他po了之后 得到赞的速度 或跟昨年又是拉票 就是让大家觉得 还是问题很棒的 这个速度 比他po到D卡 或者Instagram 或者是其他社区媒体 还要快 所以他可以得到 相同的这种 Pro Social 就是亲社会的 这种刺激 那但是他的贡献 是回到这个地方 而不是把它从这个地方拉远 那所以就同样的 也是数位是把 人跟人连在一起 而不是只是单纯 连接机器跟机器的 同样的意思 所以我们大概在 防疫上面的 数位的运用 全部都是这样子运用 还有很多别的例子 1922 或者是我们的 就是每天下午两点的 那个Live Streaming 等等直播科技 每一个其实用的都是 很平凡的科技 我们绝对不会 去从头写一堆城市 因为在防疫期间 你还要从头写一堆城市 然后城市又爆炸 那就有额外的问题 所以我们都是 非常的节俭的使用 就是慢性连续处方前 有这个方法 那我们就用这个 来要去弄口罩 那接下来我们就发现说 有些人会去 用健康存折 那我们就用健康存折 来顶口罩 那也有些人会去 拿健保卡 或自然品证 去便利商店报税 我们就用报地方税的 那个解免来预顶口罩 那同样的就是 我们的Digital Quarantine 就是我们的电子围里 也是重复利用了 我们的地震 或者是 那叫什么 防灾嘛 就是说防洪简讯啊 等等那一套方法 我们也没有大家 一定要学会 怎么打开NFC啊 或者是买一个 新的平安服装 在脖子上 像新加坡那样子啊 或者是其他的 那些做法 因为那些做法的特色 都是说 它是有了疫情 才发明的 所以它 新发明一定有问题 它要调好几次 那可是这个 一方面有时效问题 二方面每次调的时候 大家对资安 对隐私的那个疑虑 又更增加 那但是因为我们用的 全部都是疫情 前就已经有的科技 大家其实已经 完全知道 就是按照地方的定位 有些人会收到 地震的简讯 有些人会收到 十几封 有些人不会收到 那就是国家级的边缘人 但是平均起来来讲 只要你有收到 就表示你大概 在那个位置 可是它不是用GPS 来定位 也不可能去读你的 WhatsApp 或Line的讯息 那这个是大家都 已经知道 而且已经可以放心的 所以我们就是在 这些基础上面 去建立我们的 数位防疫 那尽可能去重复 利用现有的这些 让人已经感到 比较安心的 这些touch point 这些碰到人的地方 好 那有14位朋友们问说 为了有利国家资讯安全 公务机关 避免采用中国的产品 并不是所有产品 好比像说 如果我们刚刚讲到 口罩 你戴中国制的口罩 好像目前没有什么关系 我的意思是说 资单处的那个概念 其实是有镰到公务 网路的设备的 自通讯产品 那这个是比较 narrow 那当然自通讯产品 它包含软体部分 硬体部分 服务部分 那这个是 比以前稍微广一点 那但是它还是没有 超过自通讯产品的 那个范围 所以并不是说 好像任何日光灯 还是什么东西 都受到这个拘束 那你说实物上面 难以有效落实 确实是这样 因为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 也不是说你立刻 就不能够使用 而是说 它不要跟公务网路 就是我们的GSN 或者是连到GSN的设备 相解决 所以如果是你在 非公务网路的地方 举例来讲 像我为了要 这个知道 Clubhouse上面 到底在红什么 因为我一直有 日本人咬我上去 因为日本人 有一阵子非常迷 Clubhouse 那所以我在Clubhouse 上面账号是 就是偏家名 那是专门给日本人 用的一个账号 对 那那个账号 我就非常非常的小心 然后我是弄了一台 全新的iPad Touch 然后那一台根本就 也没有SIM卡 也没有门号 然后上面也没有通讯录 也没有联络人 然后我在上面用WiFi 然后用私人网络 绝对不会用公家的网络 然后也不会带到 行政院里面 不会在就是办公空间 使用它 然后我在上面 讲的每一句话 我自己这边 都一定录音 而且就是讲完之后 就会把完整的录音档 或组织稿 全部都公开 在大家都可以下载的地方 就我自己的 私人的Dropbox上面 那所以这就有点像 什么戴口罩 请洗手 就是把所有的防护措施 都做完 那因为我们在做 自然其实重点 还是它的威胁模型 所以我刚刚讲的 每一个measurement 就是在对应一种 威胁模型 就是有人号称 他在Clubhouse上面 听唐峰说了什么 那我就可以说 没有我讲的就全部这些 几点几分你讲出来 或者是说 有人在上面 合成我的语音 因为我的肖像权 抛弃掉 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都可以 做成梗图 那我在Clubhouse上面 他们还有玩召唤唐峰 就所有人都把头像 改成我 之类的 那这样子的话 这当然也会有冒充的情况 那同样的道理就是说 那我自己这边留 留一份记录 就不会有冒充的情况 那纵使说 那在 就是我什么时候上线 什么时候下线 这些IP的地址 什么在 一开始Clubhouse 没有实作点对点加密 现在还是没有 那这个 当时没有实作 加密的时候 就是运送成加密的时候 这些IP位置 我什么时候在那里上网 等等 真的可能传到PRC去 但是因为我已经是放在 跟行政院都已经 没有关系的地方 所以这个是在 我可以承受的范围 就是它不会跟 我的公务的活动 混在一起等等 我就是在过年的 廉价的那几天使用 就这样 那所以 我刚刚讲了这么一大堆 就是说 还是可以用 我到最后还是可以用 Clubhouse后面 还是Agora 还是神网 那但是 它就是在 已经想过 也会有哪些威胁模型 而且这些威胁模型 应该都碰不到我的 这个情况下面去使用 那就好像说 贊助现在 当然大家都知道说 我们自己开会议的时候 不要用那个Zoom来开 那主要原因也是 因为Zoom跟 就是Clubhouse 有类似的情况 它后面的 传输层的实质控制权势 就是跟PRC 非常的接近 还被美国法务部 这个公开控告 说只要在上面提到 特定关键词 就会有一个Zoom的员工 然后就突然间 这个就可以把它的账号 下架等等 那但是了解到这件事情 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还是不是说 那我们就完全 一无选择嘛 我们有 我自己家的GC 那当然 有Microsoft Teams 然后有Webex 等等 我们又会 用的是Webex 而如果是国际上面 好像非参加 不可的Zoom的 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资产出有一套 说你要怎么样 戴口罩亲戚手 然后你才能够 参加的那一个方法 所以我觉得 这倒不是要大家一定都不能够用 我刚刚讲的都是服务层 连线层的东西 而是用的时候要了解到 它在用的这样子的一个段落 跟我们平常在公务的这个段落 中间的这个纵身 它的防火墙 这个要怎么样子去设计 那我是觉得 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概念 如果有75%的同仁 都可以戴口罩亲戚手的话 那我们在资安上面 也比较不会在端上面被攻破 那我觉得这个教学意义 比较重要 那这个所谓的这个避免 我想也不可能完全不碰到 那但是碰到的时候 自己知道说怎么样 去保持这个距离 我觉得就是比较重要的 那有学朋友们问说 那要如何运用线上科技 打造智慧办公 工部门自制的APP 逐渐视为 如何不退流行 这个没有盲场就没有盲场言 所以你只要不要自己上传 APP.appstore 你就不会退流行 那确实 因为我也了解 就是很多人会说 那别的机关也有做APP 为什么你们机关没有做APP 或者是说 这个APP 能够装在手机上面 感觉才有 你知道归属感吗 才有那个粘性吗 那如果你只是做一个网站的话 虽然搜寻情都可以找得到 而且其实比较好分享 那但是它感觉 它没有那种粘性吗 对不对 没有那个stickiness 那但是 其实我们现在 我自己做的这些题目 其实很多你可以 这个知道是 我们有帮忙的 因为它的网语 都长得跟别人不一样 都是什么点 台湾点 GOV点 TW 那因为我们是强调 就是跨中央地方 跨局处 跨部门 所以我们就会加一些 就是大家都可以共用的一些branding 那像这个1988 舒坤真心专区 就我们跟新传处合作的 那其实它也是一个APP 你只要按分享 那你就可以直接按加入主画面 那加入主画面之后 它就变成一个APP 你按一下就打开了 它也没有外框 也没有浏览器 也没有browser 然后还可以底线浏览 其实它就跟APP没有两样 只是说你是从你的网页装 而不是从这个APP store装 那这还有个好处 就你如果紧急发现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资安漏洞什么的话 你一修改它就立刻改好了 APP store你还要等苹果去审核 就算最速简 你还要等它的七天之类的 那而且还不保证 一定七天可以解决 所以我现在都是一律建议说 那我们就 好像ocean.taiwan.gov.tw 我们跟海伟会合作的 那也是一样 就是它在 你如果是用手机打开 ocean.taiwan.gov.tw 它一开始就会告诉你说 怎么样把它安装 在你的手机上面 变成一个APP 那你看同样 这边它有一个加入主画面 那我一打开 马上就开起来了 然后我就可以开始 说我要去哪里冲网 什么之类的 看来这边有很多 将军渝港 青山渝港 台江国家公园 这个意思是说 这样子的 这个东西叫做Web App 或者技术上面叫做 Progressive Web App PWA 那这个好处就是说 你不用再去 开案子的时候 跟你的网站的乘商 要他买菜送送 就是送你一个APP 结果他结案之后 APP就不维护了 然后就大家都一起爆炸 而是说 你可以说你在做网站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用PWA技术 那这个技术 它如果要就是讹诈 你说要加钱 你就可以说 唐凤说的 这个叫一个工作天 所以不要 不要收超过一个工作天的钱 因为它其实在网站上面 加一行程式 说它可以被安装 其实就这样子而已 那他可能要做一些 离线浏览之类 可这些通常都有 现成的套件 所以都不会需要 花超过一个工作天的时间 就可以做得起来 那做起来之后 其实你之后 每一次要更新这个APP 你就更新网站就好了 像那时候我们有一个 我自己在就是一面上班 一面写出来的网站 Mask.pdx 那这个网站 它就是也是一个APP 我还是一样 按分享 加入主画面 口罩平台 还有一个漂亮的ICON 按一下 对 然后马上就有各种各样子的地图 然后我想说 这应该是江明宗的 然后他就可以在这个画面里面 直接开 江明宗的特色 就是一开都会跑到永康 跟东区的中间去 不管你在台湾的哪里 反正先来台南 然后那在这个画面里面 你看你这样 按完成一关掉 你马上又可以去看别的 就是这些OpenStreet Map 旧平安 然后其他的一些 这些画面 那这些画面本来 你看他都不是为了APP 而设计的 可是因为我外面的那个外框 是一个Web App 所以他的这个体验 突然之间就变成说 到处都是Web App的那种感觉 而且每个他试用完之后 他只要一按完成 他又可以再去试用别的 这就非常的方便 那所以 虽然理论上 现在LINE的对话机器人 好像也可以用内前浏览器 做到类似的这种体验 但是还不如你一开始 就要你的网站的厂商说 那你就做成PWA 因为你只要这个 先做成PWA 你以后要签在LINE里 你连一行程式都不用写 但你如果先去写LINE的那个 然后先去写APP 然后还要测Android 还要测Apple 还要测不同版本的话 那你最后要整合成 相同的体验 其实是非常累 而且基本上 是很难做得好的一件事情 因为他的发布的日期 会不一样 所以大概就这样子 所以欢迎他要多用PWA 只要用了就不会退流星 那有人要追问吗 OK没有 那我们就接下来 有十位朋友们问说 数位转型5G的时代 对于工部门跟公务人员 有什么影响 如何精进 主管人员职场上面的数位落差 要精进一个落差 OK好 我想最主要的影响就是 我们在哪里上班都可以 那这个其实是我2016年 加入行政院的一个工作条件 在当时非常的控制 我记得还有媒体 为了这个特别去办民调 说你对唐凤说 他每周至少两天 不要进行政院 有什么看法 然后当时好像只有六成多支持 支持说可以就是不用到 实体的办公室上班 那当然随着时间过去 像当时2017年的时候 我开个机器人区 日内瓦德联合国 大家觉得很新鲜 那但是到了去年 这个联合国大会 也都是用机器人 不是用那个视讯在开 所以其实疫情真的改变很多 就是在疫情的这一年里面 本来可能觉得 只有见面三分情 视讯可能会倒扣一分情 这个是最早 大家不愿意远去办公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觉得视讯 有时候画质不好 音质不稳 突然之间收不到音 等等 那这个就大家都是会 这个心绪反乱嘛 所以还不如就是 先要求见到面再说 那但是因为在疫情的过程里面 大家发现说 只要你有一些 比较好的收音的设计 那或者是说 你有一些备案 好不像说四G网络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视讯 虽然还是有一点点lag 还是会等个半秒 才看得到 有时候真的会这样 但是也 也还可以 也还可以 所以视讯大概有两分情 那面对面 因为要戴口罩 所以也只剩两分情 那所以两边就看起来差不多了 那5G的好处就是说 它可以把这个延迟 再进一步降低 那我自己因为 常常跟国外视讯 所以其实四G到5G 我非常有感 像我一开始的5G手机 其实是我们去首尔嘛 去首尔的时候买的 那那家厂商 好像最近不做手机 Anyway 那所以那个LG那只手机 后来我们就用了一阵子 那韩国我们知道 很快就有5G 那我们这边很快也开台 那开台之后呢 我就有一次 我跟韩国不是首尔 某一个也有5G的 一个地方现实视讯 那他们也是像这样子 就是局处首长啊 然后也有一些学界的朋友啊 坐在这边 然后我的脸是在这个大荫幕上 但是我刚好是在 从台北坐车要到宜兰的 这个路上 而且刚好这一整个路上面 除了少数隧道段落之外 都有5G讯号 就是一个5G比较通的那条线 那我就把这个前镜头 我的手机 迁在我的 我做后座嘛 右后方 前面的那个椅背的 头靠跟底下中间 不是有一个空白的地方吗 我把手机迁在那边 因为手机是宽镜头 所以它就直接拍到 我的脸只在一边 但是旁边绝大部分 都是右后侧的后车窗 看出去的景色 结果那次视讯比其他的都成功 因为就大家就好像 我是导览员一样 然后导览就是大家 从台北到一南的路上 然后来讲解台湾的地方创生 台湾怎么样子做 这个就是透过 越偏向越现金的方式 然后我们怎么样做数位医疗 我们怎么样健保即将给付 这个远距的医疗跟诊断 等等等等 我们就讲一堆 可是以前讲的时候 都是真的很抽象 然后可以写简报 但是现在因为有 就是非常这个 山川明媚的那种感觉 那真的大家就觉得说 那我们在同一个地方 我们在同一个车上 而且几乎没有延迟可言 所以我觉得5G最大的差别 就是你所在的那个实际的地方 你很容易让其他人 有一种共同在场的感觉 在一次之前 都要透过光纤 才能够做到比较低的延迟 那可是光纤的意思就是 我们两个都一定在办公室里面 或至少在房子里面 那每个人的房子看起来都一样 所以到最后 大家视频都换成虚拟背景 因为就觉得没有什么意义 那但是5G就是把这种 在同一个场合的这种感觉 带到户外 带到室外 带到不管山上 海边 河边 任何地方 所以这样子就可以让我们 真的走入现场 那我们说要敞看等等 以前都是觉得很老师动众 那现在可以只有一个人去 所有其他人附身在他身上 这个因为疫情 所以其实 他的这个制造商 什么常常都是这样 修一个机器 要实际勘察一个管线 什么的就是一个老师傅来台湾 然后所有其他人都附身在老师傅身上 这个现在是非常常见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在公务上面 大概都是可以帮我们省时间 然后减少风险 然后也不用就是什么事情都跑台北 像那个就是江明宗跟吴展伟 他们做口罩地图 从去年2月初开始 他们一次都没有跑台北 他们从头到尾都在台南 但是我们就是透过视讯 透过线上 透过写作公币等等 还是非常快的 就让就是所有人 都同步在一样的这个状况里面 所以帮你忙的人 不一定要跟你在同一个地方 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影响 所以所谓的数位落差 我觉得大概就是 有没有第一手的经验 所以像slido 其实大家用过一次 说真的没有什么困难 你下次也会用 因为这个是免费的 那中文翻译是我翻的 所以如果觉得翻不好 就跟我讲 我就帮你把中文翻译改过来 对 那就是他会让大家觉得说 那这个工具 他并不是prescriptive 他并不是要你一定要怎么做 不是你要来配合工具 而是工具来配合你 就是你打算 今天把它拿来当做投票用 他也可以用来做投票用 你还拿来当做发想 你还拿来当做随机的QA问答 要匿名 不要匿名 可以回应 不能回应 要按赞 还是要连这个不赞也加上去呢 等等 完全都看你嘛 所以因为这是一个toolkit 所以他不会说 好像你一定要改变你的工作流程 但你的工作流程里面 某些 好像本来是发提问单 收提问单的那个环节 因为这个环节 你就把这个的功能的1% 就是用在这边 然后取代到那个环节 你就立刻省一点点时间下来 那省一点点时间下来 你就多一点时间 再去想创新的事情 再去想它可以 再有哪些东西 能够进入你 接下来的工作流程里面 但是随时你觉得说 好来到这边够了 那我本来的工作流程到这边 其实已经改善得差不多了 那就这样啊 也不会变成说 便命一小时 你要报感两小时 的这个情况 所以我一向是蛮主张 群序渐进了 就是每一步怎么样可以省力 怎么样可以降低风险 就先做 那做到最后 你就会觉得说 那这些数位工具也没什么 其实蛮简单的 那你有这种态度 那你的下属 或者是你的其他厉害关系人 也会受到感染 就觉得说 那我们就来自己试试看吧 那但是如果一开始 真的是非常踏不当 非常困难 非常爆肝 那这样的话 他的感受就不好 感受不好的话 他就很难自己 把他自己去做 额外的运用 额外的创作 所以这个其实跟下一个问题 非常的有关系 下一个问题 有些朋友们问说 工具们有时候 会为了数位而数位 其实不定的更方便 接受度也不一定高 应该要怎么样导致 这个偏见 我通常的建议是说 你在一开始就要 像我刚开始就说 如果扫不到QR Code 那你可以进入网址 你如果没有进入网址 或者根本就不想打字 你可以举手 那如果不想举手的话 你可以直接按麦克风 就可以发言 那对不对 我都有讲嘛 这个有点像是那个 登机注意事项 逃生出口 什么东西 那这都已经会背了 可是这个是必须要讲的 因为这个就是让大家觉得说 那我如果这一套 是我不习惯的 我手机刚好当掉 我手机的后镜头 没有办法使用 我扫不到QR Code等等 那我觉得安心 因为我觉得我本来习惯的那种互动方法 还是可以用 我就是想举手 那还是可以举手 所以但是因为大家觉得安心 所以反而就会觉得说 好那我新的这一套 我就来试试看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其实大家提问蛮踊跃的 现在都一直飘来飘去 就是一直有新的问题被推上来 所以这是蛮 paradoxical 就是你越去照顾 他不一定要做数位转型 那就越多人会愿意来数位转型看看 你越是逼着大家都一定要数位转型 那就越多人觉得说 那是你教我做的 那我稍微配合一下 那但是我还是想要用 我本来的作业习惯 所以这里的概念就是 in the flow of work 就是是不是在本来的工作的流程里 如果他是要把它拔到 他的工作流程外 那就几乎一定失败 那但是如果他是在 本来的工作流程里 然后他有一个更好的选项 但他又不一定要选 如果每一个转型 都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做的话 那顺其自然的 大家就发现 说这个好像还不错 还蛮简单的 还可以用用看等等 那这个也是我们刚刚讲到 数位防疫的时候 为什么一定要搭载 连续慢性处方签 或者是健康存者 在便利商店保税 接手国家级地震通知 等等的这些 就是这些界面上面 因为这些界面是大家一想到 就觉得安心的 如果现在我说 你要先申请你的作业系统 再下载一个Cine App 再打开NFC 而且睡觉的时候还不能关机 然后什么之类之类 然后这样子的话 到最后如果有可能感染的话 他会通知你 而且还不一定准确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 Exposure Notification 就是现在很多国家 开始使用的系统 那他们真的是调了很久 那才调到一个程度 而且即使那样子 也没有四分之三的人在用 没有四分之三的人在用 其实那个App 几乎没有什么用 所以这个时候 就让我们知道说 如果他们一开始就用 大家已经可以接受了 旧的见面 说不定现在早就已经达到 就是四分之三的大成率了 但是因为他们用了 全新的见面 所以到现在都有些国家 还在挣扎之中 所以我是觉得 为数位而数位 其实我们在这一次疫情上面 尤其是Exposure Notification 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就很容易看到 凡是见面跟他们 本来习惯的类似的国家 大概都比较成功 那凡是从头做一个新的的 大概都就是要花很久的时间 大概是这样 那有八位朋友们问说 中央开发防疫的追踪系统 有益于地方对居家检疫者的追踪 确实是这样 感谢肯定 这应该不是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肯定鼓励 那有七位朋友们问说 官部门跨局处的沟通很困难 可以如何改进 当然我自己的想法是 本来每一个局处就应该有自己的本位 就像我们现在在 就是行政院院本部 我们每次主持一个协调会的时候 每一个部会一定有他自己的本位 这是一定的 因为那是这个部会存在的价值 如果他没有他自己的本位的话 他就应该要被阻改 要被整病到别的部会里面 所以就是按照演化论 现在才还活着的 应该都是有自己的价值的主张的部会 那我觉得能够坚持 这个部会的价值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就在我们的行政机关里面 为了这个价值倡议的朋友 那但是呢 跨部局处的话 在我们这边跨部会的沟通 最困难的大概就是 新兴的事物 就是既不是很明确是你的 也不是很明确是他的 也不是很明确是我的 那这种情况之下 每次要沟通的时候 都会发生采线的问题 意思就是说 是谁指出问题 他好像就有责任要解决问题 可是他的权责 又不可能解决全部的问题 所以干脆就不要指出问题 算了的这件事情 那这个要怎么解决呢 我举一个例子 因为我所有的这个 在行政院协调的案子 这个1600多场会议 跟6000多人讲了31万句话 全部都有逐字的记录 所以每个都可以直接开出来 变成交财交法 那举例来讲 像我2016年刚加入行政院 2016年10月的时候 当时他们在立法院 开了一个公庭会 然后说我们有很多的电竞的选手 我们刚刚说到说 2016年10月的时候 我当时刚加入内阁 那当时他们在立法院 有一个电竞的未来产业方向 与归类的公庭会 这并不是第一次 据说已经有连续十年的时间 就是每年都是电竞元年 都开一样的这样子的公庭会 然后这个公庭会里面 电竞选手所说 他们碰到实际的问题 包含甚至要国际的选手来比赛 都不知道签证要谁 哪一个部会来签 或者是没有专班 这个兵役的问题等等 职业运动到底能不能叫做运动 等等 就是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那在当时我在协调这个案子的时候 我的做法其实就是 刚才跟大家讲的 就是 我这边先讲一下 就是会议开始之前 我先讲一下今天的记录原则 那这份记录只向月里公开 但是大家有十天的时间来编辑 编辑完之后 那对不起 我就会跟整个网路公开了 那这个是按照 政府资讯公开法 里面有说 在拟稿阶段 虽然是以不公开为原则 但是对公共利益 有必要者的公开制 那什么是有必要呢 当然是 就是行政院长说了算 因为我们在院本部 那但是我加入内阁的条件 是我主持的每一场会议 他的公开对动工艺都有必要 那如果 就是行政院长哪一天认为不必要 我就不干了 所以这是我的工作条件 那所以这是一个 类似一个workaround 就是去绕开 政府资讯公开法 但是我对就是行政院的 或者是各部会的朋友 是很公平的 就是他们就算 开一些这个出去 一定会被放大的玩笑啊等等 反正大家都有十天的时间 修正成就是非常 你知道温和的版本 那如果他不愿意 聚名 只愿意注明他的 就是部会 那我们也看到文化部表示 对不对 教育部表示 之类之类之类 他也不会被揉搜 所以是很公平的 那但是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我并没有做什么才是 我做的事情都是感谢而已 感谢积极回应 感谢这个 他说国际运动联合总会 还没有考虑电竞 感谢文化部提出他的考量 然后感谢教育部 教育部一开始应该是说 如果没有动到骨骼肌的话 就不能叫做运动 对没错 对 那因为体育署当时的那个argument 就是说 你可以想象每天这个早上的小学的运动的体育时间 半小时 小学生只要打电竞就算完成了吗 这是没有办法想象的 所以这个一定不是体育 它应该是文化 那文化部就主张说 琴棋书画都是百年历史 它是在这个历史的脉络上去进行文创 所以等电竞有百年历史的时候 就可以来找他们 电脑都不一定有百年历史 然后那这个还没有百年历史的时候 感觉应该是经济部工业局的事情 工业局软体那一组 就说这个运动选手 因为电竞选手说自己是运动选手 运动选手打的球的那颗球 是标减局可以管 那个球场说不定工业局可以管 但是没有听说体育选手是经济部要来管 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事情 那所以他们认为还是应该是 就是体育术的事情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 这三个部会当然各自有本位 而且他们真的没有什么跨部会 在这件议题上面良好的沟通经验 据说之前十年的协调全部都失败了 那所以我当时的策略也非常简单 就是当这个完成之后 我就PO到网络上面 然后当时在巴哈姆特 雅虎电竞 Mobile01 PTT八卦版 PTT LLL版 应该还有几个啦 我可能现在不太记得了 总之就是在乡民界这个陷入一片讨论 那大部分都是一开始的留言都非常的不理性 事实上也从来都没有真的看完这个稿子 它就随便乱写 那但是通常这样几个留言之后 到第五个留言就会是非常专业 一整件鞋提出具有建设性的这种答案 就是专业的五楼 所以我们的专业的五楼的意见 就是我就把它带到下次的会议上 那所以在下次的会议上面 好不像文化部 我就说在PTT的某个盘上面 有一个专业的五楼 它主张围棋是一种回合制的电子经济 因为围棋现在都是透过网络在下了 而且专业骑士的训练都是透过电脑在训练 而且那一年AI刚好打败人类嘛 他离世史的那个就是比赛 那他这样讲真的蛮有道理 所以突然之间这从一个法律问题 就是你要去改运产条例的问题 突然变一个解释问题 就是你只要说围棋是一种回合制电竞 那忽然之间所有文化部现成的 关于围棋的包含替代仪啊什么东西 都可以推累推使用到电竞上面 那所以就是因为湘民提了这么多非常棒的主意 包含什么教育部的围棋专班啊什么之类的 那他们都提了很多想法 那每一个想法其实真的都具有可行性 所以我每次这样带回来的时候 那大家就要都更同意一点 所以直到有一个湘民他提出一个说 那我们干脆不要把它叫做体育嘛 因为体育感觉上是要有教育意义 而且还会动到身体骨骼肌什么的 那所以我们就把它叫做 具有表演性质的专业技艺选手 那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这三个表演技艺选手 刚好是碰到这三个部会的现有的regulation 那所以对这三个部会都是 真的稍微改一下子解释 那突然之间电竞选手从本来三不管 变成三个都可以提供他的资源 但是都不会到需要彩线 需要部长重新签一个 就是法律修正的那个情况 那事实上法规都不需要修正 只要就是多定一两个要点就可以了 所以突然之间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可是你说我什么才是很英明吗 完全没有啊 我只是把公部门大家的困难 两手一摊 然后带到网路上问大家怎么办 那你然后说你行你来嘛 那然后公部门朋友都说 什么乡名这么专业 那当然因为不专业的 我都没有带到会议上面来 那所以我会带来都是最专业的那一面 就像竹字稿里面 不专业的那一面都被删掉了 是一样的道理 那所以双方都是用最好的一面 在彼此沟通 那所以这样子协调三次之后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我觉得开放政府 就像我们一开始推开放资料的时候 我们发现最常用开放资料的 反而是隔壁的那一组的公务员 是一样的道理 因为它平常要跟你调资料 其实是要采线 因为是要主管同意嘛 那有的时候跨部会其实不难 其实部会离跨局处才难 那跨局处的时候不难 局里面跨组才难 就是其实做得越近越困难 因为那个分工就更清楚 那更清楚的时候就更不想要采线 那但是开放资料 反正就是你这边的 无论如何先对外公开嘛 公开之后 我只是从网路上面拿下来而已啊 那所以我到今天都还是很怀疑 当年的那几个专业的五楼 其实都是承办人 那但是只是他们改成 就是不同的昵称啦 然后上去留言啦 提出这个他们的 具体的构思跟建议 因为毕竟我们在越本部协调的时候 在长官在的时候 署官通常是不会提出这种想法的 但是他下了班之后也是乡名嘛 所以他就以乡名的身份 提出他本来应该在会议上面 提出来的那个想法 那那个想法就很work 那就可以这样子改进 所以我觉得就多一点 像slido这样子的空间 就是每个人他在 指出问题的时候 都不需要背负那个解决问题的责任 那这样子的话 大家都愿意指出一些可能的解决方向 因为大家凑起来 问题就解决了 其实还蛮简单的 那就是像我们公正探索路参与平台 join平台上面 现在最多提案的族群 那个超过四分之一的案子 都是不到18岁的高中生 或国中生在提的 然后有一些也是公务人员自己提的 公务人员使用物餐费 应该采蔬食低碳餐 进行饮食简单平和 全国学生表演艺术竞赛 活动团体赛延期 记者会记者提问实名制 天竺鼠车车 就是很多都是显然就是在第一线工作的朋友 让他看到一些真正值得改的部分 我还记得当时我进来的时候 第一个大的成案的案子是 国旅卡应该回复不休假加班费 然后应该正常使用 不应该限制在什么台湾观光巴士 可能还有人还记得那一个案子 说不定也有参加联署 那最后结果还不错 现在国旅卡蛮弹性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公务员自己如果有这种发生的管道 那像我们在当时说 休假应该用一小时做计算 不应该只能请半天或全天的这种休假 当时提案的那个玛丽苏 我完全不知道他是谁 一定是公务同仁 可是我不知道他是谁 那但是等到就是 每一个人事部门都告诉任总说 他说的有道理 但是谁都不用当那个 就是指出问题的那个人 是说这位网友 玛丽苏说的有道理 那这个任市总处又给全续部说 我们觉得这个网友讲的很有道理 然后全续部又跟考试院本部说 我们也觉得这个网友讲的很有道理 然后考试院本部我原来说 你不能只是因为网友讲的有道理就可以 你一定要讲说 这个对于减缓少子女化 这个推广长照 什么东西 有什么帮助 要写一篇作文 那但是这是全续部的强项 所以他们瞬间就写出一篇作文 那所以我们现在就 真的可以用小时来单位请假了 现在如果还不行 应该是拆行系统有bug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些改变都是夸局处的 按照定义就是夸局处的 但是它因为在一个 大家可以集思广益 每个人都可以加上去 那谁都不能够把谁 拉下来的地方 就像slide 你如果觉得这个问题问得不好 你也不能在里面回应 然后像在脸书上面 就是专门打脸 都不打书的 那那种讨论的状况 不可能在这边重现 因为第一个它是匿名的 第二个你根本没有回复 按钮可以按 所以在这个情况 就好像我们在join平台上面 那大家如果真的觉得这个不好 那你就是提出一个 更好的想法就是了 所以大概是 透过这些空间的设计 有一个所谓 prosocial civic infrastructure 就有点像我们在的 这个 就是 总图一样 就是一个属于大家的空间 大家都可以进来 然后大家都可以 去进行讨论 那有设计朋友们问说 请问如果没有数位防疫的话 现在的疫情会不会更严重 如果有数位防疫的话 为什么疫情到今天 都还没有结束呢 对 就像我刚刚讲到 就是说数位它是一个辅助的角色 有口罩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口罩 很平均地分配 那但是到最后戴不戴 还是看每个人 那有人不肯戴 说这个 他是小男生 这个戴粉红色口罩 到班上会被笑 那数位可以帮忙把这个指挥官 戴粉红色口罩的那个形象 传遍 这个全台湾 突然之间粉红爆 变成就是大家重新认识 这个动漫角色 因为指挥官说 粉红爆是他小时候 最喜欢的英雄什么的 那这个很有用 所以就 小男生都开始愿意戴 粉红色的口罩 突然间粉红色变成最酷的颜色 那这个也是数位可以做的 可是同样的 我们没有办法说 那如果口罩 这个一天没有办法生产到 2000万片 我们用一些数位技术 突然就到2000万片 这也是不可能 所以就是 我一直觉得 我们讲AI 但是我常常是把它叫做 assistive intelligence 就是它是像一个助理一样 就是它可以帮我们 更好地运用我们的注意力 更好地运用我们的时间 可是到最后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能做什么 还是我们自己要决定 那就是 Steve Jobs说 这个电脑是心灵的脚踏车 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你还是得 就是 往那个方向 踩那个踏板 自己还是在车上 它不是真正意义上 无人车就是你可以遥控它 它就帮你去做掉全部的事情 所以我们目前的数位防疫 不包含 好比像说 你把病毒码 就是COVID-19的病毒码输入 它就自动帮你把疫苗 全部生产出来的那种 就是防毒软体 这个还不存在这样的东西 还是需要做一起的 二期的 二期的实验 拿到EUA 那拿到EUA之后 可能6月或7月 大家都接种疫苗 那时候当然疫情就结束了 除非说病毒突变 我们病毒码要更新 这个就跟电脑病毒 完全一样的状况 对 那但是现在我们的数位防疫 大概就是可以确保在公共卫生上面 大家都处在R0小于1的情况 所以虽然疫情还没有结束 但是社区传播也还没有开始 所以就算有零星的社区传播 那因为R小于1 所以过了一阵子 一波两波又没有了 可能过了20天 21天28天 那又没有了 因为它传不到就是更多的人嘛 所以目前的状况 就实际的状况就是这样子 那未来当然有没有可能说 我们就是纯粹用软体的方式 就可以更新病毒吗 其实这一波mRNA疫苗 这个发展到现在 说不定未来有这个机会 但是现在科技还没有 就是进化到那种程度说 我们可以远端那个 OTA更新 就是下载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在家里自己合成 一个药丸吃下去之后 那个病毒嘛 就更新了 类似Makerspace那样子 但是理论上是有可能的 那这个也是未来就是精准健康 我想我们大家都可以努力的一个方向 那有十位朋友们问说 引进数位技术 新的服务需要投入大量的经费 当后续运 或者出现问题要及时解决的时候 又受限于经费 以及公务员咨询技术的能力不足 反而让新服务变成问题 那该怎么样子处理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误区 因为我们做Slido这个软体的引入的时候 是完全没有付钱的 就是Slido其实是一个免费就可以用的一个软体 那我们刚刚讲的那些比较大的系统 好比像说像我们的口罩地图 其实我们是叫做反向采购 就是江明忠和吴展伟他们才是厂商 我们是负责提供他们及时的资料 但是我们不用付他们钱 当然他们也没有付我们钱 我们是一起去跟Google谈判 让这个吴展伟不用欠Google钱 但是除了他一开始用Google Map的那个设施 他自己付了60万的债 Google后来免了他的债之外 其实之外都没有任何资讯技术上面的金钱的投资 那当时健保署也有规划说 即时的邀局的口罩的经销存量 是不是可以在网页上面用表格的方式 让大家查询 可是2月6号他们一上线就被灌爆了 因为大家都想要去看 而且健保署没有规划到那么大的流量 那他就问我说 那你是不是要增加这个流量 我说不是啊 你应该果断地放弃 因为不管是机管家那个LineBot 或者是加密宗物单位的地图 其实大家的使用的那个亲和力 都绝对比网页上随便一个标格要来得高得多 所以你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说 那你行你来 然后就直接不要在健保署的网页上面 去导入任何资讯系统 而是说那这边就是我刚刚给大家看的 那个有100多个工具 那有些人习惯用Siri 有些人习惯用Google Voice Assistant 有些人习惯用Line 有些人习惯用各种不同的地图 有人习惯用导航 有的人要有美语 有的人可能要有足语之类 反正任何人就想要有新的界面 我们就说这边有API吗 你自己来写一个 那这样的话这个东西就叫做重包 就是任何关心的人 都可以在相同的资料的取得里面 那自己就帮忙开发出公共服务来 那这个时候这个解决的压力 就变成这100多个开发团队要一起承担 但是任何一个烂掉了 那没有关系 我刚点了 如果点不开 我就关掉再点下一个就好了 那这件事情当然当时是大家都有关注 所以才一开始就可以有这么大的开发的投入 但是我们在众人平台的好处就是说 你可以立刻就可以看到现在大家最 就是最不爽的事情是什么 所以这个就是吴展伟在左边 这个江源总在右边 这边是台南文创园区 很漂亮一张照片 那但是 其实他们跟钥匙的共创是第一波 但是我们在后面 好比像说透过我们的健保快一桶 来进行口罩预购的时候 那这个应该就要花很多成本了吧 但其实也没有 那这个是我们的报税软体 中所税报税软体 该几个参数 事实上他们当时正在测试 报税软体的上限 因为五月一号上限嘛 所以当时他们三月的时候 就是正在做贝塔测试 所以我们是连夜 我自己也下去写了两天的程式 把官贸正在测试的那一版 中所税的软体的那个title 标题 网址 抽换之后 突然之间他就不能用来报中所税 然后只能用来订口罩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 也只花了大概三天三夜就做到的 那这位朋友叫做朱志远 就是当时2017年五月 他报税失败 然后就在join平台上面提案说 报税软体难用到爆炸 那这个是充满了负能量 他完全没有一句好话在里面 然后但是因为当时我们就已经有 开放政府联络人的制度 所以我们在那个制度之下 我们立刻就看到这个联署案 那当时的财政部的PO 就是杨金亨嘛 那就直接在上面留言说 好 那所有在这边 对我们财政部批评指教 因为那时候八成的留言都在说 财政部长下台啊 官帽什么官商勾结啊 反正就是都没有什么好话 他就说所有这些 批评指教的朋友 各位都已经这个被盯上了 不是 各位都已经 这个我们都已经收到了 各位的意见 有各位的联络方式 那各位很快就会收到一个邀请函 邀请大家来我们财政部资讯中心 一起在桌上 用便利贴画出明年的报学软体 所以为什么这套软体这么容易改 它是这么API first 好像乐高积母一样 因为当时在规划的时候 就是让大家用一个非常容易抽换 新的想象的方式去进行修改 所以卓志远我们当时也才发现 因为谁在乎谁痛苦 他就是专业的互动设计师 那所以他就是看到标凯体 就会浑身不舒服 何况是报学软体呢 对 那所以他就用他的这个专业嘛 我们的使用者旅程的这个方式 现在我们已经放在就是国发会的那个webguide2.0 web2.0的网页建制 他有一个附录 就是我们的卓志远当年的 这个整个个案的运行的方式 就是他去谈点说 我们在服务流程开始之前 大家收到报税的宣导 系统环境的安装 使用凭证 登入 健保款元件安装 使用者到底做哪些步骤 有什么细节 有什么需求 碰到什么问题 他的情绪怎么样 然后如果情绪不好的话 要怎么样子去在这个接触点上面去解决 那所以我们的网友 同样的就有很多专业的五楼 给我们很多专业的意见 那好比像说字报多 那这个很有意思 因为我们如果是公文往返 我们从民众陈情 或从哪里收到这三个字 那就是大家上签的时候 一定不会就是直接复制贴上 通常都会稍微修饰一下 变成什么文字稍先冗坠 什么之类的 就是确保长官不要高血压发作 但是就是说对于网友来讲 因为网友在看直播 而且这些很多是slido收进来的 所以直播像刚刚如果音质不好 就立刻要改正 所以同样的 如果大家的留言是字报多 让大家看着我们的主持人 或卓志远贴上去的是文字稍嫌冗坠 大家就会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 就是我明明是写字报多 没有什么不贴字报多上去 所以我那时候在控场的时候 最需要注意的就是 去要求大家那个玻璃性要强化 就是你可以把惊叹号拿掉 可是人家那个字只要是有建设性 你不能够把它拿掉 所以他说自暴多就是自暴多 他说华丽到让人迷惘 那你就是要点华丽到让人迷惘 那或者是2017年的时候 报税你完成事算的还没有送出的 那一个时候 会五驱国税局还不一样 跳出不同的吉祥窝 一只娃娃跳上跳下 可能还有人记得 用标凯题说 感谢你对国家的贡献 敬叹号 那显然就是觉得你报税心情不好 希望cherry up 让你觉得说这个付这个钱很值得 对那真的就是平常看到会觉得很可爱 为什么那时候看到就觉得充满讽刺 所以这个就有人很一生间歇指出 他想到要报税心情就不好 所以不要试着让他心情好 那是不可能的 所谓痛快就是痛的就快一点 那快一点结束 他去便宜上店买杯啤酒什么的 说不定心情还会比较好 对那所以就是说 就算是这些乍看之下 无厘头的意见 其实我们全部搜集进来之后 这个是所谓的 这是术语 mess 就是这团问题 你就这么多 乍看之下好像有五千个不同的问题 可是你全部盘点完之后 就那么接近一百个 大概几十个 全部可以放在一个上面 大家就事论事 那就一个一个解决嘛 所以后来就是右下角最酸的 这个这群人 就是专业的酸民们 然后跟那个 就是陆主 承判的单位 国税局 然后还有官贸公司 那就开始了三场工作坊 那我们在工作坊上面 就开始重新设计界面嘛 然后就把本来长左边这样的东西 变成长右边这样的东西 那他们每一年都还有改进 所以今年应该是 连你去便利商店刷个健保卡 都不需要了 他就直接从手机上面输入手机门号 如果那是你自己的手机的话 就跟快议通一样完成人程 然后立刻就可以报税送出了 所以真正达到那个痛快的境界 应该是一分钟 就可以完成一次这个痛快的报税 那总之就是 这个就是当时 Design Spec 就是通的东西就快一点 这个就跟 75%的人要拿到口罩 是一样的这个概念 那也就是因为是在 就是网友们的协助之下 所以这套系统 在当时上升的时候 就有96%的支持度 这是非常罕见的 在所有服务上面 那再隔一年 就是连Windows的人都可以使用的时候 甚至达到98% 那因为是这套系统 当时共创的时候 各个不同部会的开放政府联络人 他有的当小桌长 有的就当一般的乡民 有的就是在看直播 都记得这件事情 所以在机关署当时 就是一定要找到一个 立刻就可以预订口罩系统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想到说 那我们就来改这个的参数 因为这个界面 金流 资讯流 配送 身份认证 所有该有的都有了 所以你就像乐高基姆一样 稍微改一下 改一下立刻就work 那在之后 因为之前也有经济部的朋友 参与这一次的workshop 所以后来他们要卖三倍圈的时候 所以他们又想一想 那我们改几个参数 又可以用来卖三倍圈 所以这变成一套万能的系统 就是你要卖什么 国家级电商系统 稍微改一下就可以卖 就是可以一物多用了 那所以这个它的违运的问题 其实是不存在的 因为它的基底是完全一样的 它跑的那个infrastructure 就是中锁税系统 除非哪一天 我们国民不用报中锁税 应该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不对 那这套系统 它无论如何一定会运作 所以我们改的是它的前端 就好像口罩地图的不同版本 只是改就是我们的健保署的 那个open API口罩存量的资料 的不同呈现方式 那同样的 我们这个电商系统 也只是筹缓 卖不同的东西而已 那这个时候 你就比较不需要 那个底层的违运的能力 你只需要上层的 就是刚刚讲到的 user journey 服务设计 互动设计 等等的这个能力 那这个的及时解决 其实是大家的长处 因为我们IT才是 连接机器跟机器 修机器 这个可能不是大家的习惯 但是就是我们公务员 本来就是公共服务 服务业就是服务人 那所以我们本来就是 联络人跟人的专家 所以我们在 面对人的这一边 服务设计的这一边 有一个新的需求 来理解它的需求 分析它的需求 用现有的资源 不要再重新架构什么东西 就可以满足它新的需求 这本来就是我们的长处 那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觉得我们就是 专注在人跟人之间的部分 但是所有的底层的架构 都尽量重新运用 本来的技术 那这样子的话 就比较不会出现说 你一开始投入大量的经费 然后后面你发现 你很难去改动这个东西 那如果你的厂商 就是想要 我想想一个比较客气的讲法 想要持续的取得 维护的合约 那然后就是 所谓的Vendor Lock-in 那让你没有办法 去找别的厂商 来扩充或延伸它的话 那你可以就是找到 资讯服务采口器材范范本里面 很重要的一条 就是所谓的API First 就是任何它的 给你的网站的互动系统里面 只要是人能够看得到的资料 或者人能够建入的资料 它都应该要无偿地写出一个机器可以看 跟机器可以写入的所谓的API 的这样一个版本 那只要它有这个版本 那就好像乐高积木或者是墙上的插座一样 就是它是一个标准的叫Open API 就好像插座是110幅是一样的道理 那所以它只要用这个标准去写作 那你未来想要去改变它 让它有更好的功能的时候 你就另外找一个厂商 不用推翻它本来的这个厂商 但是你就跟它说 那我现在需要一个高互动性的模式 我需要一个一站式的处理的模式等等 那如果这个对这个细节有兴趣的话 我们PDs的网站上面 有这个整个登山的 这一案的完整的处理的方法 那这个网站其实就是我们API First的开发 比较早期的一个好的例子 那再早期还有民生公共物联网 也是同样的API First 那这个其实是大家应该如果有爬过山 可以体会的 就是以前你要爬不管哪座山 那你要申请的 有营建署 零物局 山务 营地 每个还不一样 有的要抽签 有的排队 自然保护区也不一样 警政署还是不一样 那如果你是只会讲英文的话 警政署那边还得用传真 总之是一个很厉害的 就是各部会都不想要踩到彼此的线 那到最后就是 这个一条龙就变成山友是那条龙 他得自己跑完全部的这个行程 那但是对于尤其是刚登山的朋友 或是国外来登山的朋友 这是很难想象的 为什么我爬一个山 要跑到四个网站 填完全一样的资讯 而且还要就是有的会 用这个格式 有用那个格式 有的用email通知 有的用简讯通知 那所以我们的整合的方法就是说 好 那我今天想要去 拍御山主峰 其实我没有那个体力 假设我要去拍御山主峰 那他会帮我找盘云山庄 找原封山屋 那如果是雪山主动的话 他会帮忙去规划 他还有就是有出发人数 形成天数 他就会自动地去找 这个旧香孤寮 云林山屋 尖西木屋等等 所以他就会 每一个其实后面是一个网站 他就自动地去跟那个网站的 跟机器人讲话的那个接口 就是API 去进行沟通 沟通之后 他就有一个一站式的 那我今天如果不想要 停在南湖山屋 我想要加在不同的地方 那我也可以在这边 再加其他山屋 我在中间就要去 25块公里 不对 当然不可能 对 那总之就是在这边 我们就可以 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山屋 他都可以 去连到他后面不同的系统 但是对于这个申请的人来讲 他只需要去申请一次 那这次 这个网站就会帮他 把他后面有点像 我们在那种旅游代办网站上面 机票啊 酒店啊 住车啊什么 他帮我们去处理完 那这样子的好处就是说 本来的这些网站 他还在啊 他也没有采线 他还是可以继续营运 那他的维护 他们都知道怎么维护啊 但是我们就专注在 让大家的服务体验变得更好 前端是整合的 在这件事情上 那后端的这些维护 本来就是各部会要负责 本来他们就有现有的厂商 那是你也不用得罪 这些系统整合厂商 但是你都可以跟 就是比较新潮的这些新床 而且让他们有容错失败的空间 说那像这个 刚刚那这个界面 其实一开始根本是 我们办公室的实习生 都还是学生 画出来的 我们就说你去画 因为失败了也不会怎么样 你不是真的拆掉 本来的那一套登记系统 你是帮它 做一个更友善的 一个一站式的前台而已 所以如果对这个有兴趣的话 我们PDs或者是 我们的那个政府 数位服务指引上面 有蛮详细的 包含字评表什么 说要怎么样子 来做这样子的开发 那有17位朋友们问说 如何解决公部门的开发系统 总是很落后 好不容易完成了 结果居然是旧系统 跟不上时代 像我们公文的笔验系统 居然只能用IE打开 IE都快消失了吧 确实微软好像都已经 不怎么开发IE了 事实上是完全不开发IE了 而且我们当时还要特别说 因为IE不会再有新版了 所以公部门的网站 你如果要支援IE的话 支援IE11就可以了 这个不要再去想 IE10或以前的版本 因为不会有IE12了 对 那我觉得这个是 第一个 有这样的想法 其实是非常好 就是表示是说 很精确地了解到 如果IE坏掉了 微软也不会就你的 这个事实 那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其实本来的网站 如果它是说 IEonly的话 往往是改个两三行 它就可以变成 在其他语言器可以打开的 只是当初开发的那个厂商 其实并没有 花时间去测 Chrome或者是Safari 或者是其他的城市 那所以我们在当时 我们的RAI 其实就是这个 刚刚讲到 见习神来改造网站的这件事情 我们去年是跟地方政府合作 所以包含那个联谊啊 或者台北市民服务大平台 基隆市的就业通 就业通是中央的 台中市的社会局等等 大概都是这些可爱的派对鹦鹉们 这个在帮忙看说哪边可以改得更好 然后每个都是 因为是远端实习嘛 所以他们就是远距 然后去进行测试 然后去找 有平常在用这些网站的人 就跟当时就是周知园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那但是他们在就是4.0 能够想要改什么地方 就改什么地方 之前那其实也是有过RAI 1.0跟2.0 那RAI 1.0 2.0其实是最早的 那他们在当年做的事情就比较简单了 就是他们去看所有的中央各部会 及所属机关的网站大概500多个 那每一个只要是IE only的 他们就贡献个两三行城市 有的是JavaScript有的是CSS 然后去把它改成浏览器都可以用 他们整个暑假就别的事都不做 就只把IE only这件事情修好 那真的是成效非然 而且对很多成班来讲 这个真的是很棒 因为他们都以为学生只会慢吗 或者批评 但是这是第一次有学生带着礼物来 说你只要跟厂商说改这两个地方 那它就可以变成不是IE only 所以我觉得一方面真的可以去结合一些间隙的制度 那如果本科系的学生觉得做这样子的事情 好像有一天就是没有善用他们的专业的话 现在有很多跨领域就是 它本来不是学城市设计或IT 但是它对这个感兴趣的 那对于这些学生来讲 这个倒是如果它才大一啊等等 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 说不定还可以有一些学分的一些处理方式 所以像现在锐计划 我们就开始跟清他福科所等等合作 那这边也有像成大嘛 其实上理论上也会有类似的学生 他可以一方面有学分 那二方面也可以来帮忙去检视这件事情 那让年轻人来做这件事情 也可以让他们了解到说 其实他们本来都不知道工部门有这些服务 我们见习生最常告诉我们就是说 他们不知道原来公务员有做出这套系统 他们不知道说为什么这个东西 他本来要找很久 那但是因为他们重新这样改造之后 SEO也会变好 因为它速度变快 用手机打得开 因为你如果只有AE打得开 搜寻引擎一定是不会把你摆到前面的 那所以这些改头画面之后 搜寻就会跑到前面了 那这些年轻人也会觉得说 那我以后用到这些服务的话 那也可以来用 所以如果这些人本来是 也想要来当公务员的话 可能未来愿意当公务员的级率就比较高了 因为他觉得说 他不需要再去用这个 只能用AE打开的这些东西来做 那很快如果只支援AE 就会变成自然问题了 所以这个迟早还是要解决 所以不管你是用间隙声 或者是现在没有替代意 但是总之用一些 非常规的方法指出问题 那解决问题还是 可以请厂商做这件事情 如果没有这个能力做的厂商的话 也可以就是告诉他 那你继续维持旧的系统 但是你必须要给出API来 那如果他给不出API来的话 按照我们资讯采购购版本 其实他就有点像是 不支援无障 也就是那个三个冒好的 那个一样 你可以把它DQ掉 你可以说那这样子 对不起下次投票 你就没有资格了 而且你不是歧视他 因为他先歧视机器人 就好像歧视视障朋友 是一样的道理 那这个都是在七月范本里面 2017年工程会就已经颁布的 所以欢迎大家多使用 有学生会朋友们问说 数位转型是不是可以帮助公务操作上 不被政治或者是人情绑架 还是有些事情始终只能在海面下面 没有办法成为公开透明数据资料一部分 如果是这样的话 内部运作应该要如何改进 你看如果我这个没有一个数位的方式 你只能举手发问的话 大家不会有人问这个问题 可见数位多少有点好处 就是说他可以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 让大家变成一个social object 就是大家可能想要讨论 但是不方便具名讨论的事情 他还是可以讨论 那其实PTT的公务员版 创办版主 也是强者我同事 这个赖志祥 他现在是PO的PO 就是帮助推动开放政府 那其实他 我跟他合作了也快五年了 那他 我觉得我从他那边也学到一个事情 就是说最重要的还是 让大家彼此互相相信 然后不去特别设定什么特定的议程 所以我们在今年的开放政府联络人 我们的所谓的共事营 就不叫共事营 我们叫做一个交流会 然后这个交流会的主题叫做 我们先交朋友就好 那所以意思就是什么都没有议程 真的完全没有议程 这一份是 因为我现在在风传媒开了一个专栏 这是第一篇 那所以我们在说的就是说 你看大家在一个通风很好 然后很漂亮 这个社会创新实验中心 来聚会 然后大家分享的就是 各种就是台面下 跨部门跨机关 因为PO就是要对内对外 对横向沟通嘛 那会到底碰到什么样子的问题 什么样子的状况呢 那跟防壁的角色 怎么样子互补呢 那大家第一手的经验是什么呢 等等 但是这些完全不是我们当讲师 事实上我们PITES 就是一句话都没有讲 除了在旁边一只拍照之外 那绝大部分都是靠大家 就是在比较良好的气氛底下 然后还有好喝的东西之类的 然后来分享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其实就跟社灶一样嘛 就是你有一个固定的地点 有不少炒米粉 或者其他更好吃的东西 或者是全糖的珍珠奶茶 什么之类的 然后确保说每一个 在某一段期间 假设你固定每个月一次 或者像我们办公室 每个礼拜一次 每一个期间看到的问题 大家都可以在 就是不受压力的情况下 透过匿名 办匿名 匿名等等的方式 把它推上来 变成像今天slido这样 推上来一个 大家讨论的题目 那所谓的长官 就是创造这个空间的人 都必须要给出一个交代 就是至少在他脑里 是怎么样子想这件事情的 必须要跟大家分享 那这样子就要成了一个习惯 那慢慢地 这些台面下的东西 它虽然还是在台面下 但是有一些 已经可以在台面上 就是已经可以往台面上移动的 好比像说过滤卡 这个请一小时的假 其实还有很多例子 就可以透过这个机制 慢慢地浮上来 那浮上来之后 我们就不用再花力气 在那边彼此抵消 而是说 那这些事就解决了 解决之后 我们可以倡议别的 好比像说 我最近就比较关注 那个公务员服务法里面 公务员不能用个人身份 在下班时间 对外评论自己工作上面的事情 必须要先进长官同意 这种完全没有道理 威权时代留下来的这种东西 那因为有这条 所以很多在公务员版 或者在G0V里面 那个公务同仁来 以乡命身份参加的时候 都要说这个 这个我做了一个梦 是不是 我撞到头 然后就晕倒了 然后在梦里梦到这件事情 然后这个第一个 这对讨论品质 就没有什么帮助 第二个是说 其实这些事情 有些它也不是对人 它是对事 它是要指出一个 需要改进的一件事情 它并不是真的在骂他的长官 可是因为他的身份的关系 而且又因为公务员服务法 这一条的关系 所以我是长官 我看到了 我也觉得说 我如果不处理的话 好像我失职 所以最后还是那一条 法律要修改了 不过以我的理解 全序部好像已经有一个版本了 也已经提到考试院了 希望他们这一次的 那个作文写得很好 那这样可以考试院快速通过 那我们就真的可以去把 公务员服务法里面 一些比较不合时宜的东西 把它修掉 那修掉之后 其实我们这边的 很多数位转型的工具 才能更加进场 然后不会跟现有的公务法 这个起到冲突 所以大家继续努力吧 我想有很多这个公务员 正在这个方面 在帮忙说服全序部跟考试院 以我的理解 目前并没有谁真的反对这件事情 就像国旅卡的改造案一样 所以就是希望赶快通过 然后我们之后这些空间 又可以更进一步的推行 那有16位朋友们问说 如何运用大数据于高房价的政策 以及如何兼顾少数的需求 其实这个问题应该反过来问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确保 说在一个民主程序里面 大家不会只是因为是少数 所以好像每一次的利益都被牺牲掉 那这个是最核心的问题 因为我们为什么join平台上面 有那么多年轻人 十六七岁提那么多 感觉上就是非常永续相关的 刚刚大家有看到什么蔬食减碳 什么珍珠奶茶外带的时候 不应该用塑胶吸管 应该用能够自然生物降解的 或者是可重复利用的 非一次性餐具 或者是公投不应该投人权相关遗体 什么之类的 其实这些很年轻的朋友 他虽然有时候也会提一些涉及事物 比方说高中生应该要 改变上课时间到朝九晚五 这样才睡得够 也是有这种提案 但是这个是少数 那大部分都是提一些真的 就是非常永续 然后感觉上是有很好的公共利益的 这些题目 但是为什么他们花这么多时间 在这边提 当然一方面可能他们时间多 但是二方面也是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办法 因为他们的议员也好 立委也好等等也好 会告诉他们说他们没有票 他们现在才16岁 其实是没有办法投票的 所以虽然其实严格来讲 人口并不是非常少数 但是在现有的民主制度里面 无论如何是少数 那这就像是之前 我记得好像桃园嘛 有办过那个移工的参与式预算 就是关于移工的经费 应该要怎么样子运用 那也是请移工 然后请了四个种语言的同意嘛 然后在那边去进行审议式的讨论 那同样的那一次的讨论 也是发现很多非常好的角度 是代义政治好像很难带到议会里面来的 那为什么 因为移工不能直接去投票 这也是一样的概念 所以我会觉得说 我们在制度上面可以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说 让更多的这种对事不对人的 提出一个值得改进的 小的修正的这种方式 透过像join平台 参与式预算 法规沙盒 或者是就是总统培黑客松 等等的这种方式 让这些少数 但是他提的东西 其实对大家都有好处 的声音能够不需要等四年 那以16岁的人来讲 他真的得等四年 才进入我们的政治讨论里面 那第二个是说 如果是这些有意思的政策 在某一个地方政府 或者某一个区域 它已经实现的话 那我们有没有一个系统性的机制 能够一下子就把它变成 全国都可以来参考 像我们共同供应企员 如果有两个公务器官 都觉得这个新的idea不错 而且也愿意采购的话 我们就把它贴到供企 那其他人在采购的时候 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是一个可以解决 就是这件事情的一个方法 所以我们总统培黑客松 大概就是在最近几年 一直在尝试一种 有点像是土居的加速器 就是大家在做创业的题目 但是主要是要解决公共问题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子在 就算只有少数地方政府 认识他们的情况下 也一下子让这些团队 变成获得总统杯 总统杯就是总统颁给他的奖杯 所以第一个总统会知道 他们在做什么 那第二个是说 那个奖杯是一个投影机 一打开就会投影出总统 所以这是深主牌 就是说他们如果需要去跟 各部会中央部会跨部会协调 地方跨局出协调 如果部会的主秘说 哎呀我们没有空啦等等 他就要把奖杯打开 投影出总统 那个主秘就会去拍时间 这个真的很有用 是深主牌超有用 我们在那个第一届中央 黑客松的很多题目 像那个离岛不顾无限之源 就是蓝宇的那个护理师 随着黑影直升机到本岛 然后后来坠机的那件事情 那后来他们去做更新分析 那就发现说是因为护理师觉得 他不完全被在地信任 而因为所有的急重症 或甚至不是急重症 感觉上像急重症 全部都后送 所以这个护理师本身 他没有累积出 好像能够做医疗处置 然后被当地人信任的 那个情感基础 那即使他是像医师 是医学中心支援的这个program 那他因为不被当地相信 所以时间一到 大概也都是请调回去嘛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形成 一个长期的信任关系 那每一次的后送 都有点在破坏这个信任关系 所以后来他们就想到 一个新的方法 就是说那护理师 可以在远距的专科医师 也在派直升期 应该是阳明嘛 的就是三方会诊之下 这个视讯是给家属看到的 所以在地的护理师 就在医师的指示之下 就开始做处置 而且也就把人救活了 或救好了 那这样子的话 每次他这样做 第一个他有所学习 那第二个他也受 当地人的尊敬 那唯一的问题就是 那是非法的 就是在那个时候 总统被黑客松的时候 其实医师法还没有修改 所以其实护理师 只能在医师 在同一个房间的时候 遵从医嘱来进行操作 没有说他旁边放一个荧幕 荧幕上面出现一个医师 他就可以就是遵从医嘱 来做这个诊治等等 那但是因为他们的这个pilot 真的很有效 也证明是这三个月来 那三个月来 其实有效果的 所以他们就获得前五名 就是五个冠军了 每一年 那也获得奖杯 那总统也很肯定 那所以后来 内政部跟卫福部 就不得不去开会 不得不去修相关的法令 卫福部本身好像就修了 接近十个不同的内规 那也包含医师法本身 那所以现在这些都是合法的 当地的护理 就是护理师 主产室都可以在远去 现在其实今年健保也给付了 那一百多个 离岛啊偏向 也都开始有这样子的频宽 去进行这样子的三方会诊 所以fast forward到去年 比方说一群人用 类似Pokemon Go的方式 在手机上面模拟 在公共的用地去种树 那种树之后 大家就可以愿意来 一起认养这个树 那这样子的话 林屋局这些造林生产主啊 这些他就可以把他的工作 用种包的方式来做 或者这群人是叫凤茶 就是大家在出门的时候 不要买新的宝特品 而是把既有的水壶 放在任何他在 类似Pokemon的那种地图上面 看到可以注水的点 就去注水 那但是这个注水点呢 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个他可以推销 他自己的产品 好比像说中油就是他们的盟友 中油的点都是凤茶点 而且他们有口号说什么 加油就是凤茶的意思 还是凤茶就是加油的意思 Anyway 所以总之就是说 他可以由他的品牌宣传 那甚至他完成一个什么任务解锁 赚金币 之后什么50天打卡之后 还可以换一些设计的 什么茶饮料啊之类的 那所以这其实是一个设造工具 但是他其实最后的目的是要减低塑胶的使用 包特瓶的使用 那所以这个也是很有意思 因为这个又跟另外一个就是 天气忽然间热起来 然后他就可以用推送的方式提醒你 赶快要核选 因为气温快要到40度的 另外一个题目有关联 那这个是用智慧电表 就是你不用改你家的各种这个电器装置 只要用智慧电表的人 他立刻就分析给你看说 其实是你的电冰箱或者冷气机或者是洗衣机 在尖锋的时候让你承受太多的电费 所以你明天用什么样的方式 使用的方式给 或者换一个立刻就可以省电 也不用等很久 那这个是你在杂货店扫一个饼干的条码 那本来都是挑出它的价格嘛 就是多少钱 那这个挑了之后是挑出它的价值 就是说它是破坏了多少这个农业用地 才到你的面前 他曾经被这个裁罚过多少 那或者是说它的污水处理有什么样子的问题 它怎么在哪里燃烧稻草 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就是他把环保署的 那把农委会的 把经济部的各种各样子的资料 全部都叠合在一起 所以就是你只要用透明足迹这个APP 扫一样的一盒饼干 那就可以知道说 知道这盒饼干的过程里面 它是往后代存款 还是其实是往后代提款 那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有意思的 永续的一些概念 那这些其实都是手术需求 就是每一个在一开始的时候 都是少数的 不管是环团 或者是去做这些社会倡议的组织 或者是做公卫的学者 就是对他们来讲 他们的这些概念还没有广为人知 可是只要有一个地方 政府想好之地 应该是跟陶渊市 就是有一个局处 愿意让他做这个pilot 然后花三个月证明给 就是总统跟所有 总统跟黑客宗的人看说 这个不错 那这样子的话 它的奖杯就是在接下来一年 我们会一直观考到 这这个东西就变成全国新的政策为止 那这个时候 它就可以往中央的这边去突破 以前中央就一定要三四个地方都实行了 我们才开始觉得它是全国的通责 它可以一个地方有实行 有一定的成果 那我们就开始投入人力 把它调整成全国都真的可以使用的一套做法来 那所以我是觉得 总统跟黑客宗不是唯一的处理这个的方法 我想还是有很多别的黑客宗也在做类似的想法 那但是我觉得像高房价政策 它有各种各样可能的解决方案 那确实是要先把这个鲜框 让大家每一个利害管系方都可以了解到说 这个问题有各种不同的解法 每一种解法都没有取消掉其他的 每一种都是可以互相加值加成的 那在这个基础上面 让大家来集思广益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数据就可以做一个很良好的利用 因为我们的试驾登录啊 或者是其他相关的这种地形地貌的资料啊 那其实我们一直都是在 刚刚讲到这个民生公共物联网 关于房屋的房价的房仲的等等 其实一直都是最热门的应用之一 所以我也觉得这个如果能够transfer成政策的话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一件事情 我之前总统跟黑客宗好像就有一个 在做都更的时候怎么样子的快速 让大家不要各怀鬼胎 而是怀同一个鬼胎 快速达到彼此协约合一的这样子一个数据工具 所以如果对这个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翻前两年总统会黑客宗的题目 我们应该下个月就可以又开始今年的 所以也可以 现在也是想题目的好时机 那有十九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政委可不可以请市政府成立线上沟通平台 可以让市府的公务员来匿名的发表建言 我觉得重点不是发表啦 因为你发表没有人看 也是一点用都没有的事情 所以重点是你要怎么样子确保说 会定期的有人看 而且看了之后要能够说明 然后要给出一个交代 那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会觉得说 线上沟通平台其实真的很多 但可能这边也有PTT公务员版的伴友 那或者也有人直接把众议平台 当作这个公务员匿名发表建言平台来使用 事实上已经有很多群组 就是当时他们发表 其实就是我应该可以讲名字吧 就是龚格丽那群人 就是他们自己串联起来 然后就不管提什么东西 就会有一群人跑去联署 然后很快就可以到达五千人 那所以这也是一个方法 因为你到达五千人 人士行政总处就不得不来跟你开会 怎么又是你这样 然后开会就不得不来考虑你的见解 因为六十天之内一定要给出一个交代 那只要那个时候提出一个可行的方案 那在以前还可以说 这个权势部不是任总管的之类的 不过现在好像越来越难这样子讲了 所以我是觉得说 如果是就是其他的别的地方 或中央政府也可以帮上忙的地方 那我觉得特别是人事相关的 那真的不妨就直接用中营平台 那如果是希望说 跟市府specific有相关的 那你就需要一个类似的binding power 就是我们在中营平台里面 其实也有就是不同的区域嘛 我们的提点 目前有台北跟台中的 所以同样的就是台北有一个 如果你提了 然后市民也觉得重要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来讨论 竞选广告物管理自治 林森北路 OK 万大县 科市长保留科医师户的数 OK 好 总之就是也有这样子的一些题目 所以我也觉得说 如果就是市民提案 我们这边觉得说 一开始还没有像参与区预算的 智囊性那么高的话 也可以先试试看一个beta版 就是先从就是公务员开始 那等于是限制提案权 或者是说限制连署权也可以 那这个都是可以讨论的 我们在join平台是完全一视同仁 就是大家只要想出一套方法 我们在join平台立刻就实作 也没有说一定要是直辖市 或者是一定要是 往特定的方向来规划 要点一定要长什么样 我们才让大家使用 随时都可以使用 所以我觉得还是这边 只要讨论出一套方法 那我们join平台是一定支持 有市集会朋友们想要问说 请问委员是怎么样用Police 这边多打一个C Police去整合大家的意见 Police是一套 大家都可以免费使用的系统 而且它的网址是police.gov.tw 也就是说它已经是 就是类似公共建设 事实上就是公共建设的 这样一个网址 因为它是.gov.tw 同样是不分层级的 那它是一个即时系统 透过先进的统计跟机器学习功能 收集分析跟理解 群众在文字中的含义 那来自各节的报道 全面的指示库 这个就是大家有空可以看一下 那它具体要怎么样子使用呢 好比说我们刚刚一直在讲 一站式登山的那个例子 所以我们如果在 就是Police.gov.tw 应该是hike 或者是我们就找象山致敬 对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到 向海致敬的SEO 跟向山致敬的真的不能比 向海致敬的太多了 所以就算找向山致敬 还是会找到向海致敬 好吧 向海致敬也可以啦 那我们在join的仲开讲 大家就会看到说 我们会去邀请大家来讨论 各种各样子的题目 那品查文化 逼干疫苗 这个mydata应运 开发政府国家行动方案 登山活动管理事宜 对 那每一个呢 它就是希望大家 做一件简单的事情 就是针对这个题目 讲一个他觉得重要的事情 然后来看看 其他人觉得重不重要 所以这其实是 有一点点像什么呢 就是有点像slido 但是它除了按赞之外 也有按不赞嘛 那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 除了有按赞之外 也有按不赞 所以每次在经过讨论之后呢 我们就会看到 还没有开起来 看到说 大家最controversial的 是没有公德心的山友 登山后会留下大量垃圾 破海山林 所以登山者的数量要共管 那这个刚好 就是我们四组人 刚好有A组几乎都反对 C组几乎都赞成 那我们如果是一般的 social media 终于出现了 对 我们就可以看到 ABCD组 它是非常有形象的 大家的视力差不多雄厚 那这位成龙家表示 应该要统计 提供山难的热点区域 它的事件原因 团体组成 小细装备 那有统计资料开放 那这样子的话 才能够把这个资源 精准地投注 那你也许可以按同意 也许可以按不同意 假设我按同意 那我就往某一组 稍微移动一点 我这个蓝色的小圈圈 就会稍微移动 那我以后再看到下一个说 邵定国认为要发展 登山博物馆 我们要不要把资源 放在登山博物馆上面呢 等等 那这些的好处就是说 第一个它很好玩 因为你每次只需要考虑一条意见 那第二个它没有办法吵起来 就跟slido一样 就算你不同意 邵定国老师的想法 你也没有办法回答他的讯息 因为这里面真的只有赞成 跟反对跟略过可以按 那第三个是说 我们就可以看到 本来乍看之下 大家是针锋相对 就是开放山林 C组都认为 救难系统可能无法附和 A组都觉得起源忧天 哪有这种事情 对之类之类 其实大家都是 其实如果是登山界 这些题目都已经吵了 不知道多久了 但是这些组 全部都有相同的共同意见 就是我们刚刚的那个 山南热点区域 大家都 你看部分组都觉得 公开就对了 现在没有公开 或者是说 主要指引的路线的路牌颜色 应该要同意 这样子的话 你看GPX的时候 就可以避免走错等等 所以所有这些都会指向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们虽然在新闻上面 看起来最有新闻点的 都是这些吵得最终的题目 但是这些题目 说穿了也就只有那么四五个 但是其实绝大部分的人 在绝大部分的事情上面 都有共识 只是这些 因为没有新闻价值 所以你如果只看报纸的话 不一定会看到 但是其实 如果大家都有这个机会 提出自己的意见的话 一下子就收敛了 所以我们在当时的运用方法 就是我们在 一次神医师的讨论里面 我们把这五组里面 所有提出贡献的朋友 通通都要到现场 然后呢 在他们到现场前 就请所有的相关的机关 把所有大家有共识的题目 就是跨组都同意的事情 那都在这边一一参采 告诉大家说 我们一年内会怎么样做 三年内会怎么样做 五年内会怎么样做 那因为我们登山都知道嘛 这不可能一蹴可及 但往正确的方向 开始踏第一步 才是最重要的 那所以大家在实际协作的那一天 大家就觉得说 真的大家方向上面 真的都是彼此同意都参采 那大家的精力就会聚焦在 我们在这些可参采方向上面 怎么样让它更快实行 而不是说 在刚刚那些 就是吵得不可开交 你再吵十年 可能还是不可开交的 那些议题上面 就好像电竞 有没有动倒谷歌机 这种题目 这是很悬的 或者是我们在这个 当时有讲Uber的时候 我们如果去吵说 这个到底是共享经济 还是只是时间分享经济 还是只是平台经济 那说不定吵到现在 都还没有吵完 那但是因为我们当时的 Police是受练到 纳税拿保纳管 这些其实连Uber司机 自己都同意的事情 所以现在Uber就是Qtaxi 一家落地的台湾计程车队 所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我们在网络上的发散 就不会收不拢 那收拢到一个程度 大家面对面 透过像今天也有直播 录影的方式 让大家知道说 那大家收拢的这个共同方法 一起来集思馆一个可行方案 那一下子 好像我们这个银河的历史 又翻过了一页 就是说大家都同意的事情 那就去做就好了 就不用再吵了 那大家就可以开始关注 很多新的这样子的面向 大概是这样子 好 那在我讲蒙点之前 有没有在场的朋友想要举手 把问的 就是如果一直在slido上面 没有人投票的话 那你又就是把你的票数不够的这个提案 翻到最上面的一次机会 没有啊 真的没有 好 没有没有那我就继续讲 有十九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蒙点的发想跟开发的心路历程 蒙点他最早是一位叫叶萍 叶萍教授 那他现在在Google做量子电脑 那当时他有一个很简单的想法 就是我们的重篇国语词典 年久失修 难用到爆炸 他不是说难用到爆炸 但是就是这个意思 那所以就有点像卓士元看不顺眼 报社软体一样 他想要教他 因为他当时刚去美国嘛 那到美国总是想要教小孩子中文 那小孩子当时都只有手机 那他用手机打开我们的重篇国语词典 就发现说他要横向全动 因为那个网站在当时 就2013年的时候 是底下还在写说 请用Nescape 4.7以上浏览的那种网站 就从可能1997年以后 就没有再改版过的一个网站 非常非常的古老 极为古老 然后那个Nescape 4.7以上 那个以上没有意义嘛 因为Nescape 4后来没有出了 其实他是已经好像在 时代的洪流中的某一个断点 然后他用了一阵子 如果用过那个网站的话 应该知道说 你用了一阵子 如果不移动的话 他会跳出一个视窗 说你已经太久没有使用 已经将您登出 成语点也有这样子的功能嘛 那但是你没有登入啊 这是一个没有登入 但是会把你登出的网站 所以就是说 就是1997年当年 其实这每个都有当年技术的原因 只是现在讲出来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因为流亂器早就日行月异 早就没有当年的那些问题了 然后还有就是 每一次 你在冲面过去词典 查到任何的词条 然后你复制你的网址 贴上给其他人 他打开都只会去首页 他没有办法到他那一页 然后他里面只要出现 必个无码之外的字 就是像游戏方方图 或者是陶积积的 那几个字 那它就会变成一张图 那当然刚刚那些字还好 但如果是龙龙龙那个字的话 你再怎么放的 它就一团 因为它是24x24的点阵图 那总之就是非常没有使用 就是使用性的 就非常不accessible 非常没有亲和力的一个网站 好 那所以叶萍当时的想法也非常简单 就是我们都来下载 来砍站 去把整个冲冰国词典下载起来 然后自己做出一个 让大家非常容易检索 非常容易查询的一个词典 那当时我的贡献就是 当然注册了一个网址 然后帮这个专家取了一个名字 那为什么 因为这是教育部的词典 教育部是MOE 所以就是MOE 所以当时我们的两个很重要的决定 一个是说 我们主张 我们没有著作权 所以这个其实是很有意思 因为在网路上面的合理使用 在当时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规范 所以我们就说 那我们只是在做格式转换 所以我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 抛弃所有的权利 包含临街的法律权利 我们贡献到公众领域 那这个其实是预防 当时还在写版权所有 翻译笔究的那个词典 跑来告我 因为当时才有 那个Aaron Schwartz的那个案例 就是他下载了很多学书论文 然后公布出来 然后就被起诉等等的情况 那所以我们不想要冲到辐车 所以我们就主张说 你看我们是Honor原作 我们绝对没有剽窃 教育部的智慧财产 这些都还是教育部的 我们只是让它格式转换成 用手机也可以看而已 我们并没有做任何别的事情 每一个的著作权 都还是在每个人的手上 那我们是绝对不 盈利没有广告 也没有主张任何其他的东西 那所以 那第二个就是 我们帮忙修问题 我们把里面的这些 unicode的这些字啊 三个龙啊 什么的这些字都变成实际 你可以复制贴上的那些字嘛 然后我们也把里面的 就是上下引号没有对齐 引用同一个书证 没有引用对 等等的这些问题 全部都透过一个叫做 蒙点着目鸟的那个专案 然后去把它解决 那其实蒙点着目鸟 其实是当时我跟国教院的 结缘的开始了 因为从国教院的角度来看 他们在当时就是 一直都会办一个很有意思的 叫做磁点着目鸟的那个题目 那那个题目的特色 就是说 我看一下 我应该还有英文的这个网站 的简报讲这件事情 不是雨伞运动 等一下 对这个 就是我们当时会去用CC0嘛 然后分享出我们所有的这些做法 那这些做法里面呢 就包含说 我们去让很多人都愿意看到说 那我们每一个除错的这个题目 就是蒙点的捉目鸟 都是一个社会物件 就是大家都可以在上面找错字 那在当时我们也确保说 每一个词条 后面有斜线资料 你就直接打斜线资料 就可以连到这个词条 立刻就可以有多余的参照 那但是我想蒙点最 到最后对我来讲 最能够分享的一点 就是如果你在脸书或其他地方 打某个TW 斜线开放资料工作法 或者后面随便接什么字 那词点里面没有这个成句嘛 没有这整句 那但是它也不会变成一个错误 它就会把这个字 把它断开 变成开放跟资料跟工作方 底下会做一个定义 但它会附上一个很漂亮的这个字图 所以我发现立委助理 都非常喜欢用这个功能 因为我在立法院备讯的时候 常常就看到立委质讯的时候 突然间这些超出九宫格 然后上面就是用蒙点做出来的 这种大字报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容易 用来做大字报的这个功能 那也可以很快地 让大家去挑各种新兴的 这些开放的字体 做简报非常的好用 包含全字库这个凯书 这应该是撰文 逢甲的说文 不要转啊等等 那所以后来就出现一群人 那这群人是我不是很认识的 就是做阿美语的朋友 那所以他们就改了蒙点的城市 因为我抛弃著作权嘛 任何人都可以改 所以呢他就去把阿美语跟法语的词典 阿美语跟中文的词典等等这些 那他们就透过也是重包的方法 然后去邀请大家把一本很古老的阿美语的直奔的扫描档的词典 统统都变成线上的词典 所以现在在阿美语、Smoedic、TW 其实有三个主要的阿美语的词典 都可以直接在上面去进行查询 那还有就是我刚刚讲到的捉木鸟 就是当时国教院 他们其实只是想要让很多小学生或中学生 在词典里面找出一两个错误 就是抓虫嘛 捉木鸟 但是呢我们就一次就送出了5602个错误 那到底怎么样做到呢 其实我们用程式去扫描说 我们在词典里面 同样一个词条 这个叫鸣笛嘛 这个叫标轮嘛 那这两个词条它引用的书正是引用同一首诗 那但是这首诗 在鸣笛这边是说脱显真其绝 但是在标轮这边是说脱脸真其绝 所以这两个一定就是有一个是错词 那但是电脑当然不知道哪一个是错词 但是他知道两个一定有一个是错词 所以我们就邀请所有来看蒙脸的朋友 花一点时间玩卓木鸟游戏 他只要看脱脸或者脱险 他只要按哪一个是错词 那他就可以获得一个好棒棒的这个 类似像是奖牌吧 然后他可以分享出去 让更多人也来帮忙挑错词 那所以就有人按了这个 事实上是应该五个人都选择脱险 没有人说脱脸是对的 而且还有一个人留言说这个脱脸真的是很奇绝 不过可惜已经好莱坞拍过这个电影了 已经没有什么新意 就是face off 那所以总之就是变脸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笑 所以他又把这个笑话贴到PPT上 那就更多的项鸣来参与 所以我们就只花了18天 就一次地把几乎所有书证上面的问题 全部都解决了 那也给国教院留下了这个很深的印象 那当然后来 就是让我们跟这个阿美组有蛮不错的关系 所以讲了这么多 但是我觉得里面有两个重点 一个是说 只要你的这个idea里面有好玩的那个部分 不管脱脸真奇绝很好玩 还是那个大字报很好玩 其实湘民就会帮你扩散你的概念 你不用自己去扩散这个概念 所以后来我就是 这也影响我把自己的所有的照片都做成素材 通通CC授权 有人课委会要拿去说什么 那个什么 唐凤过台湾脑破耕田 是不是 那他们也没有问过我 他们完全不用问过我 他们就是去Flickr 然后打开这个Flickr 然后我的那个网站 现在有很多人都是 会直接订阅我的Flickr 或者是那个国家文化记忆库 然后 然后就会一直看说 那这个唐凤又有什么新的耕图的素材要出现 然后那当然就是上面每个的授权不一样 所以像这个系列嘛 对不对 脑破耕田应该是这一张 对 然后上面就有写得很清楚说 这是要肥商业性 然后愿意让大家用相同方式分享 就可以使用 那有一些是肥商业性不能改做 就是说你只能这个自己 就是稍微把它截图使用 就是最近大港开场 那一批照片 对 那所以就是有事没事 我就会释出这样子的耕图 然后这些耕图就很容易用来说明一些 关于社会创新 关于永续发展 关于大港开场 我们竟然可以办上万人的演唱会 等等的这些国际宣传使用 所以到最后 他们都不需要问我 然后就直接把我的混音合成 拿去日本的饶舌乐团 或者是去做什么别的事情 所以这个我觉得都是蒙点交文的 就是里面只要有一两个有梗有趣 民营化的东西 那大部分的传播跟创作 都不需要你自己做 别人可以帮你做 这是一点 那另外一点就是说 群众外包真的非常work 就是任何时候你只要两手一摊 说这边太多桌子 我不知道怎么改 或者是说 我这边有非常多 这个阿美族当年扫描出来的词典 他说我不懂阿美语 那有没有人懂阿美语 能够帮忙校对之类 那只要这个东西有公共利益 那其实台湾这个动员能力非常的强 一下子一瞬间上千人 就可以动员出来 只要每个人只需要花两分钟的扇心 那到最后 这些就会聚下成他 所以后来 像口罩地图等等 大概也都是运用相同的 这种重包的一种想法 有十九位朋友们问说 政府收到政府采购法相关的法规规定 在日新月异的数位科技 应该要怎么样子因应 其实采购法修过几次 然后我们最近运用采购法都觉得 其实都已经蛮好用了 它几乎已经没有挡到我们的部分 那但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不好用 其实是因为采购流程里面 可能是负责主计 或者是负责财务会计的这些同人 他可能没有看过 这样子用采购法的方式 所以有的时候并不是母法的问题 有的时候是从他的角度来看 他不知道采购法还可以这样子用的情况 我举例 好比像说 像我们知道有那个小额 就是不到十万块的话 那你就可以不用特别做什么 你就直接说 就九万九 这个交给某个设计师 去探索某个API等等 那在中央部会的话 其实如果部长签名的话 其实九十九万都可以出去 直接就可以这样 那这个都是采购法县程 就已经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在向山致敬的时候 当时我们就是把每一个既有的网站 开了一个API标 就是说每个现有的网站 我们就编一百万以内的钱 去让不同的厂商去写 关于这个网站的砍占的城市 就有点像当年我们把蒙点 所有东西都下载起来一样 所以我们是绕过了这些的 本来的系统整合商 然后去找这些新创 然后每一个新创写一套 大家都可以利用的 把这些网站化成API的城市 然后再开了一个不到一百万的标案 去做这些全部整合在一起的 那个一站式的申请 可是这个加起来当然超过一百万 所以现在工程的问题就是 那这个到底算不算 它能够分别执行制工程 还是其实我们是正在这个做非法的事情 把一个应该五百万的事情 切成五个一百万的东西在标 那所以当时就是也很感谢 就是包含工程会啊 国发会啊等等都出具了意见 就是说就有点像是我们 拓宽一条主要的这个干道 那这些巷弄每一个都有一个引道嘛 接到这一条大的主板上面 但是其实每一个完工的顺序 它都没有彼此依存 就是你这一条就是hub做完之后 你先接通第一条引建署 第二条国家公园 还是你先接通警政署 其实是完全没有差别的 可见它没有相异性 就是就算中间这条没有完工 这些引道也可以彼此相连嘛 所以这些做完解释之后 这个招标就非常顺利 然后执行也非常顺利 所以就在短短的 可能两个月里面 就把本来是必须要用就是串联 先做完一个再做完一个 再做完一个 这个瀑布式开法 很成功变成并联 就是每一个都同时去做 那做的时候也不用怕做错或者坏掉 因为反正不到一百万嘛 那所以如果真的烂掉了 我们换一个团队再做一次 那一直到它真的是 就是大家觉得又生到力气 然后加低风险可以使用 那像这样子探索式的 就是一开始做很多探索式的测试 很多pilot 这其实也是采购法允许 而且事实上鼓励的 只是很少有人在资讯标案上面这样子做而已 那像我们的健保署的虚拟健保卡 这两天我把健保快一通的那个app更新了 更新之后 当然界面应该变得漂亮很多 那大家也可以发现说 里面多了一个虚拟健保卡的选项 所以接下来如果你是居家在家医疗 或者是远距医疗 或者是那种远距那种检疫的时候的 就是医疗服务的话 那你只要是这些对象 你按虚拟健保卡 你的健保快一通就会冒出一个QR Code 那这个QR Code就像高铁的那个QR Code一样 它透过webcam扫就跟刷健保卡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就可以bypass掉很多那种你远端刷健保卡 还要找读卡机啊 三卡认证啊等等的这个问题 那这个也是一样 我们用很多小规模的标案 先去做探索 先去看它在不同的情境 到底是用OTOP的QR Code好 用NFC好 还是用什么方法好 也开了好几场协作会议 然后也在每一个地方分别的招标 那但是最后这样子聚合的时候 健保署就很明确知道说 它不会在大家不习惯的场域 硬去推虚拟健保卡 它只会在这些实际真的是刷不太到健保卡 而且医管系统 HIS系统是可以更新的地方 让大家一开始就知道 不是为了变明 所以自己要爆肝的这样的情况 变明又变观的情况下 去引入这些数位科技 那这个同样的也在我们PTS的部落格上面 有比较完整的说明 那所以我会建议说 其实不要先去想采购法 先去想我们的政府数位服务准则 包含那些自评表 那这些都勾完之后 如果你需要采购法上面的协助的话 第一个那个国法会资管处 有一个免付费电话 可以打电话去洽询 那第二个也是可以直接来找我 因为我们就是操作采购法 到现在大概四五年 已经还蛮有经验了 好 那我们最后五分钟 有十八位朋友们问说 行动支付多用化 但是使用不变 未来能不能把行动支付整合 或者以及怎么样自我学习 来因应科技进步 在台湾的好处就是 你不需要因为行动支付 而去用行动支付 像我自己用行动支付是到去年 然后也是因为我的手机升级 所以它可以不需要特别打开一个APP 它只要是在解锁的情况放上去就会直接用NFC付款 我知道它比我拿出悠悠卡快的那一刻才改成用行动支付 但是在此前我从来没有什么压力说这个我一定要用手机付款 我不能够拥有卡 那同样道理如果是想要用现金的朋友 他也没有什么压力啊 不像在其他国家 没有提款机 违超仓爵或什么 他好像非用电子支付不可 他如果不想用电子支付 他还是可以用就是现金 我们当时在口罩实名制的时候 我们就观察到说 特别是对那些已经在药局排队 虽然他很不喜欢去药局排队 但是他很习惯就是数钱给钥匙 数硬币给钥匙 那这是一位洋奶奶 她是我阿嬷的同一个社区的好朋友 我阿嬷今年88岁 那她有一天就跟我说 我知道你要在超商推出这个口罩实名制3.0 那你不是在找人来测试吗 那她认识一位年轻朋友 所以希望这位年轻朋友能够帮我测试 那这位年轻朋友就是77岁的洋奶奶 所以就是只有对我阿嬷来讲是年轻朋友 对我好像不是年轻朋友 杨奶奶她真的是社区的KOL 然后她非常非常讨厌去药局排队 但是她还是去药局排队 那所以她实际就我们在单水性顶电嘛 就run了我们当时beta的流程 我们当时口罩实名制300最早的那个案子 是运用提款机 然后是透过提款卡 就是老人家也有的邮局的金融卡 那输入密码之后 你就转账就是口罩52块钱嘛 给机关署 然后转账的那个凭据 就是那个感热纸 可以拿去柜台 然后在一个礼拜之后兑换口罩 我们本来的流程是这样 那你看身份认证付款放在同一个地方 而且ATM她的那个保全资案一定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自己觉得很棒 对 但是杨奶奶这个她甚至还没有用 她听我讲一遍 她又说她宁可回去要局排队 那我就说为什么 我阿嬷是指于刷本子 她从来不用金融卡 杨奶奶也是有金融卡 可是她说 大家在排队的时候 你要她在大家面前按密码 这个她是不干的 是不可能 而且165反诈骗那个贴纸就贴在她面前 而且她看到那个 就是荧幕上面是转52 可是她心里会加大概四个零上去 就是会觉得说 好像她这个一个操作不胜 她的存款是都会被转走 就是老人家对提款机 有这样子的一种感受 那这个感受是真实的 所以你不能逼她去配合科技 你逼她去配合科技 她就会去跟钥匙排队 那所以 那我就问她说 好吧那你行你来吗 那你要怎样 那她就说那 她唯一的 能够接受的就是 那她刷健保卡 也就不用打密码 所以我们才在这边测 这一家 这一家 就是可以刷健保卡 然后不用打密码 那这样子之后 那是不是行动支付 就是直接 因为她也其实有老人的 悠悠卡嘛 那我们说那如果是用悠悠卡 绑定行动支付 她说这个她也不干 因为她不知道她会转走多少 她就是要数52块的硬币 给那个硅台 她就觉得说 那就刚好付52块 她就很安心 因为这跟她在药局的那个流程 是完全一样的 而且所谓的N加1嘛 就是说她从那一次 就是虽然没有拿口罩走 但是算体验嘛 那从那个时候开始 她每一次来都可以续购续购续购 所以对她来讲 每次都是拿了钱拿到口罩 这个感觉就跟去药局是相同的 所以后来就完全散在杨涵的意见 基本上就是按照杨涵来讲的作 但是原因就是说 四大厂厂虽然都很不喜欢收硬币 但是他们后来也发现说 你如果不收硬币的话 他光是解释 为什么不收硬币的这个时间成本 就远大于他 那就好吧收一下硬币的那个时间成本 那也是因为我们真的有照顾到韩荣了 所以就是在这些长辈参与设计 当然其实当然不止杨奶奶 但是包含杨奶奶 在内参与设计的情况下 真的长辈 他就可以交他的年轻朋友66岁 那66岁的年轻朋友可以再去交更年轻55岁 44岁可能不需要人交的 但我的意思是说 他自己试过 而且觉得就像包含杨体 是他参与设计出来的东西 他才真的愿意推荐给其他人使用 而且他永远都有一个 那如果这个不行 好吧 那我就回去继续邀请一面排队 一面骂政府 对不对 但是他还是有个fallback 我们并不是因为3.0出现 我们就把1.0或2.0非除掉 所以我想这是今天主要想要传递的一个概念 就是数位它是循序渐进的 每一步是帮一些人能够节省风险 然后省力气 但是我们绝对不会说 省力气 但是增加其他人的风险 或者节省风险 但是让其他人浪费力气 所以在每一步 就是你把旧有的这些系统 让它能够升级 但是不拆掉旧有的系统 我想这个还是非常重要 那如果大家都有这样子 continuous integration 就是持续的融合 持续融入的这样的做法的话 我想我们推数位转型 其实是乍看之下没有那么快 但是就是忽然之间就大家都 就是75%以上的人都知道 怎么样子戴口罩的 希望能够做到这样 谢谢大家